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新能源技术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海藻舞台灯、深海光影的能量秀 二、蘑菇发光灯、夜里的生物发电晴 三、脚踏车电影院、骑行中的动能影院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海藻舞台灯、深海光影的能量秀 各位观众,准备好您的潜水装备了吗? 今天我们将一起潜入深海的神秘世界 去探索一场由海藻主演的绚烂光影秀 海藻舞台灯、深海光影的能量秀 这可不是您在百老会看到的那种舞台剧 这是大自然最原始、最迷人的生态表演 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主角,海藻 海藻不仅是海洋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还是一个非常会节能的演员 他们通过光合作用将阳光转化为能量 这个过程就像是在进行一场光与影的舞蹈 但是,当我们的舞台下沉到深海 阳光无法触及的黑暗处 海藻的表演就变得更加有趣了 在这里,海藻们要依靠一种叫做生物发光的特技 来吸引观众,也就是其他海洋生物 这种发光是一种化学反应 当海藻中的发光物质与氧气结合时 就会产生光 这不仅仅是一种美丽的表演 更是一种生存策略 海藻通过发光来吸引猎物 或是避免成为别人的晚餐 但是,海藻的这场光影秀 不仅仅是为了生存 它们还在不知不觉中帮助了整个海洋 海藻通过光合作用和发光,促进了海洋中碳的循环 这对于减缓全球变暖有助不可估量的作用 可以说,海藻是地球上最自然,最环保的节能钢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这场秀的幕后英雄 微小的海洋生物 这些微不足道的生物 如浮游生物和细菌 它们与海藻共生 提供必要的营养和支持 使得这场深海的光影秀得以继续 这就像是在舞台后面默默付出的工作人员 没有它们,主角海藻的表演将无法上演 最后,我们不得不提的是 这场深海光影秀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海洋污染,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 对海藻的生存环境造成了威胁 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保护海洋 这场渲烂的光影秀可能会永远落幕 所以,下次当您享受一片美味的海苔 或是在海边度假时 不妨想一想那些在深海中默默发光的海藻 以及它们对这个星球的贡献 记住,每一次您选择环保的生活方式 都可能是在为这场深海光影秀加油打气 现在,让我们给这些不可思议的海藻们 一个热烈的掌声 因为它们不仅仅是海洋中的艺术家 更是地球上不可或缺的环保英雄 海藻舞台灯照亮了深海 也照亮了我们的未来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蘑菇发光灯,夜里的生物发电晴 各位亲爱的夜行动物 昆虫学家 以及那些在夜晚寻找厕所事办到过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非常灿烂的话题 蘑菇发光灯 或者更学术一点的说法 生物发光现象 首先,让我们来点科学的小知识 生物发光,也就是生物体自己发光的现象 这在自然界中其实并不寒线 从深海的闪光遇到你后院的萤火虫 这些生物都有一套自己的小夜灯系统 但今天的主角不是这些常见的发光生物 而是那些会发光的蘑菇 是的,你莫听错,蘑菇 这些发光蘑菇 或者说是自然界的夜灯 其实是利用一种叫做生物发光的化学反应来发光的 这个过程涉及到一种叫做露西浮煤的煤 它会催化一种叫做露西浮质的分子 产生光和一点点热 这个过程就像是自然界的小化学实验室 不过这里不需要电或者电池 只需要一些特殊的化学物质和蘑菇细胞就可以了 那么,为什么蘑菇要发光呢? 这个问题就像是问为什么萤火虫要闪烁一样 答案可能是多方面的 一些科学家认为,蘑菇发光是为了吸引昆虫 这样昆虫就可以帮助蘑菇传播包子 想想看,这就像是蘑菇在开一场夜间的舞会 而昆虫们就是被邀请的客人 它们在享受蘑菇的光芒的同时 也无意中帮助蘑菇完成了繁殖的任务 当然,这些发光蘑菇也为我们的夜晚增添了一份神秘和美丽 想象一下,在一个漆黑的森林中 突然间你看到了一片片微弱的绿光 那是成群的发光蘑菇在悄悄地照亮你的道路 这不仅仅是一个视觉上的奇观 也是大自然奇妙生态的一个小小展示 不过,别太兴奋地跑去森林里寻找这些自然的夜灯哦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蘑菇都是友好的 有些可能含有毒素 所以在你决定去一个真实的蘑菇派对之前 最好还是先做好功课 或者找一位懂行的导游陪同 总之,这些发光的蘑菇不仅仅是一个科学上的奇迹 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一份礼物 下次当你在夜晚散步时 如果幸运地遇到了这些自然界的发光体 不妨停下来欣赏一下 因为你可是遇到了一场真正的生物发电情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脚踏车电影院 骑行中的动能影院 当然可以 让我们一起骑进这个结合了运动与娱乐的奇妙世界 脚踏车电影院 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Pedal Power Picture Palace 首先,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 一群脚踏车爱好者聚集在一个开放空间 每个人的座驾 不仅是他们的交通工具 还是一个个小型的发电机 他们将脚踏车的后轮固定在特制的支架上 这些支架连接到一台发电机 而这台发电机正是电影院的能量来源 当他们开始踩踏 电影院的屏幕上就开始播放电影 这不仅是一场电影的放映 更是一场绿色能源的展示 这重脚踏车电影院的概念 不仅是一种创新的娱乐方式 也是对可持续生活方式的一种推广 它教会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 娱乐不一定需要依赖外部电源 我们自己的肌肉力量就能创造奇迹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你正在观看一部特别刺激的惊悚片 而电影的高潮部分正好来临 突然间屏幕上的画面开始闪烁 声音也开始变得智力破碎 你回头一看 原来是前排的骑士 因为太过专注于电影情节 不小心放慢了踩踏的速度 这时全场观众不约而同地开始加速踩踏 就像是在为电影中的主角加油鼓劲 希望他们能逃脱追捕或解决危机 这种互动无疑增加了电影的沉浸感 也让观众之间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连结 脚踏车电影院不仅是一种新颖的社交活动 也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它鼓励人们在享受电影的同时 也能够获得运动的乐趣 这种结合了身体活动与精神享受的方式 无疑是对现在生活的一种友谊补充 最后 我们可以想象 随着这种电影院的普及 未来的电影放映可能会跟剧观众的踩踏速度 来调整剧情的紧张程度 甚至可能出现观众通过踩踏来投票 决定电影结局的情况 这不仅是一场电影的放映 更是一场全民参与的互动剧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脚踏车电影院这个词时 不妨想象一下 这可能是一种让你在享受电影的同时 还能燃烧卡路里的完美方式 毕竟 谁不想在看完电影后 发现自己不仅心灵得到了满足 身体也变得更加健康呢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三个非常特别的主题 海藻舞台灯 蘑菇发光灯 和脚踏车电影院 这些奇特的现象和创新的应用方式 让我们看到了大自然和人类创造力的不可思议 海藻舞台灯 以它们独特的生物发光能力 为深海带来了一场绚烂的光影秀 海藻不仅仅是海洋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是地球上最自然 最环保的节能灯 不过 现在它们面临着许多威胁 我们需要采取行动保护海洋 让这场绚烂的光影秀能够永远积蓄 蘑菇发光灯让我们看到了蘑菇的不仅是美味的食物 还可以成为自然界的夜灯 这些发光蘑菇利用生物发光的化学反应来发光 不仅是为了吸引昆虫 还为我们的夜晚增添了一份神秘和美丽 但请记住 不是所有的蘑菇都是友好的 所以 在你决定去一个真实的蘑菇派对之前 最好还是先做好功课 或者找一位董行的导游陪同 脚踏车电影院结合了运动与娱乐 让观众在享受电影的同时 也能获得运动的乐趣 这种创新的娱乐方式 不仅是一种新颖的社交活动 也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它让我们明白到 娱乐不一定需要依赖外部电源 我们自己的肌肉力量就能创造奇迹 最后 我想问问各位观众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于这些奇特的现象 或是创新的应用方式 你有什么样的观点或者疑问 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讨论 一起发现更多有趣的事物 谢谢收看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